Hello 大家好我是MK 歡迎回來網民分視的境界線 又是時候玩這隻技術遊戲啦 上一集就講到我們跟任生學者叫做拉埋了走一條線 今次就回到正常的線路 即是如果我們跟任生學者沒那麼關係 不那麼拉埋了就會發生什麼事呢? 劇情我稍微看一看就是講到 我們做有理的樣子 即是沒有再跟任生學者發展下去了 我們做有理的引一隻公仔出來捉我們 廢話也不多說了 先看劇情 現在應該說到綁了我們在椅子上 引一隻公仔出來 不用介意 沒辦法 但不管怎樣說這個也太顯眼了吧 我們人在走廊裡 我人在走廊正中間被人綁住坐在椅子上 都真是有理來的 我感覺上真的只是一個理來的 在圖書館以外的地方看到麗塔真的很稀奇 有理來的 麗塔離開了我們 進了前面第三間房 我後面的緊急出口是 門是關了 也就是說那裡就是盡頭 我跟烏馬君在這裡的教室待遇 我知道了 變盤和某子兩個人馬上進了我右手的教室 沒有人的走廊感覺上靜悄悄的 這副字體是被誰看到的 我真的什麼藉口都說不清 被人綁在椅子上坐在走廊正中間 這就是什麼遊戲 這就是什麼遊戲 我考得很棒 封死這個窗 哈哈哈哈 智商跟小朋友一樣 所以就會做這些小朋友的事 我還畫了圖 休水同學同學 嘩 這張圖真的不敢恭維 好簡陋喔 這個計劃很簡陋 真的 教室廊下的窗窗 學園長領領 閉嘴 這就是人形 袋子 袋子 後來 遇上了 判斷 對 安利赦尼羅 那樣 行動 但是 安利赦尼羅 作為朋友 帶來 一毛打尽 為 用的 就是這罐 廊下垃圾 扣 看不到的 暗幕 上大的 寫得不好 喂 嘩,說這麼多廢話還在這裡 神經病 大敵當前就有一個解説給我們聽 因為我們不知道,所以就說一大段話說給我們聽 是不是被人破壞了? 啊,不是 偏偏是被最不希望發現我的人發現了 就算是這麼說,這個時間都會留在校舍,就只有風紀委員 等一會兒,我機長這個是...剛剛想跟他說明,但突然想起了 本來這個作戰就是為了不讓我機長知道而滿著風紀委員而秘密進行 謝謝 我剛剛從桌子站出來就看到某子把面從教室那邊探了出來 他沒有發出聲,只是動了口型 作戰繼續,原來是這樣 啊,沒事 我只馬上把面收回來,我機長就好像沒有注意到那樣 那個 隨便說些什麼糊弄過去 要注意不可以把整個普通的機長洩露給遺品才行 這裡就要考慮我的演技 嘩,這隻腳很麻 你以為我興趣,不要理我 你怎麼可以讓人選這個 我真是神經病 唉,不管了,save了 可能真的遲些有需要選這個,糟糕 哎呀,這隻腳好避 我蹲他下去 同時裝得很痛苦 但我機長就很擔心我 感覺到很心痛的樣子 沒事,生日休息一下就好了 他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 雖然我立即轉移了話題,但接下來應該怎麼算好呢 之後要怎樣才可以順利躺過去,我表示很苦惱 我機長突然回過頭,是不是你 他視線對著走廊另一陣 正在想著做什麼事,我都看他那邊 視線自然地往下看 因為感覺到有什麼小的東西慢慢移動接近著這裡 是人樓 嘩,這麼Q多隻,真的很多 嗯,沒錯 有書包上面掛著的小吉祥物和手機掛件 還有大的布偶 還有民間工藝品的日式人偶等等 單體個體來說還是很可愛 但是他們在移動著 而且還是集體性的 這個感覺不是一般要無骨悚然 但正如作戰計劃那樣 某使用面盤肯定都在教室內緊張地準備著 而且這個數量 嗯,但這裡怎麼看的數量都在這個資上 棄知是這樣 按照麗塔和我所說做出來的朋友 不是只有10隻左右的嗎 但現在湧過來的人樓數量不止這一點 人樓一個個都小,要清掃的是不可能 但怎麼看都超過100隻的樣子 這麼多 在人樓集團裡面傳出了聲音 聽到聲音就更加無骨悚然 真是神經病 滾球獸 哦,躲上一邊叫自我機的名字一邊向我們這邊靠近 嘩,你不要大大聲叫 按夠力了 一百隻到底有幾重 多過了 網絡都掉了 在網絡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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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中 我機場 這個其中應該有遺品的本體,可以把他找出來 好,知道了 知道了 我已經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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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樓這麼多都在一起找 這樣 這張桌子怎麼夠力 鴨仔?大隻兔仔來的 就是 怕不鬧 怕我吵 怕他太吵 害怕他賴屎 哼,幹什麼事 我正在找這個男人,只是被兔子抱著腳,給我頂住 頑固,頑固,趕快 烏雲君,這個人形有大大的腕力,何必頂住 你,返住 嘩,拒絕不斷,停止,無理,無理 叫男主角拉住,男主角一個人都拉得住 危險 男主角拉住,帽子 跟以往不同,這個是緊急關頭帽子的求救聲 糟糕 這種直覺產生的同時,疾崩了過去 因為帽子會拜託其他人居,而且會拜託我,這個肯定不妙 沒事吧 我飛奔過去拔著繩,強頂住拉著繩的帽子突然闖出一下 之後我現在看著我 明明是你自己叫我過來的,為何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 親心聞動,現在但是沒時間讓你發呆鬥 我明白了 喂,蝙蝠在這裡幹什麼啊,不要在後面跟她的肚子在這裡受恩愛 我明白,我們倆一起拉的 1,2 這個就是極限 這個交給我吧,你快去惡姬那邊,她在找圍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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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沒事的,不要小看我本力 男之外是那些 怎麼說,力大步路的角色來的,是不是 沒關係的,去吧 馬上找到 你抽中的 要這樣繞了個人羞 飛走 又在開技 嘩,可以不可以啊,成不承受到啊,我機講這些話 但小霞都不像是這個人偶弄出來的 小霞的智商是不止小朋友的 給我感覺上 小霞的智商真的不像這麼低 他說這隻公仔製作人類是小朋友的智商 但小霞真的不像小朋友 說這些我肯定不定 這次沒有男子的開架 家裡是否有點不行 那些公仔來的 貓子真的不用這麼廢 被那些公仔捉住 餵 我都不想要好 一直在一起 我都不想要好 一直在一起 我都不想要好 我都不想要好 你也想要好 不要讓她睡到 這個時候又要男主人幫忙 我走到走廊 首先映入我的眼了 是被人樓圍住 而只有一尾站在那邊的惡機帳 面對那副樣的惡機我只可以 糟了我要選一些 其實我真的不想選一些 不好的選項 屌我不理 你已經有朋友了 你已經有朋友了 我抱起了被人後纏著的帽子 同時去惡機帳喊到 聖姨已經綁了一張桌子 我要變盤壓住了應該沒問題 剛剛說完他旁邊的人 就紛紛把惡機圍住了 好,狐狸不來得及 從走廊放在地上的惡機 書包裏傳了聲音 在書包裏突然飛昏出來 是本應該留在惡機房的小侯 有可能是不一樣 小侯和他們 我跟他們不同的小侯 是否跟她們不同 快來 那個鄭小和她們 看見我機箱符貼在遺品上 貿此立刻永詳以前慣禮的咒文 這樣就沒有掉下去 收我皮 封印符被人貼上之後遺品人樓當場跌低 與此同時圍住我們的人樓都一個接一個跌在地板上 人樓們 為什麼這條線是另一條線激這麼多 刺激到呢 哪一款 我機長 我機馬上跑到小霞面前 然後小霞就爬地屁股朝地掉下去 我機小心翼翼把她的身體托起了 我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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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因為Sumi-chan 為何自己也會消失 幫我救了 那是... 不太好 上一條線沒有了 這個真的悲歡離合神經病 我... 我... 姫-chan的朋友 Sumi-chan的朋友 Sumi-chan的朋友 為什麼這條線會這樣 嘩...真的要死 Sumi-chan 對不起 我... 先走 嘩... Sumi-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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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i-chan,我明白了,不好意思 我終於有心配了 成長啦 真的 我已經很平衡了 很寂寂 但我… 更加勇氣 你知道嗎? 我之前也有勇氣給我了 但是… 真的… 我真的想要把錢貼的一瞬 我心想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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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完了 沒有了,已經抓不到你了 小孩已經不再回答了 即使我家就是重複說著多謝的話 小孩已經不懂得動了 我家就連愛撫摸著她的身體 小太郎哭了 為什麼連你都哭了 我都不是不明白你的心情 我身後的帽子好像自然治癒 我回過頭 她的朋友應該是 她的朋友應該是六月 應該又死了 眼睛一下對上了 她低下頭移開的視線 搞什麼 變盤你真的哭得太厲害了吧 我肌抱著小孩站起來 她用手指擦了一擦眼淚 已經沒事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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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另一條線裡面小孩的死也這麼悲壯 之前是完全沒有感覺的 走廊到處都是散落的人樓 和被網吊起的人樓 要快點回收才行 小孩一向是你的公仔 那她當然可以了 已經 已經令罪魁禍手遺品貼上了負責 所以沒問題 對 對 就這樣 對 對 我覺得小孩是不一樣的 其實 那 那 就是 小孩 她說你哭得太過頭了 對 其實小孩是不是有機會去復活的 對 真的一臉淡定 應該說她臨迷不亂還是什麼 剛才緊急關頭感覺到她和平時有點不同 不過很快就恢復了平常的步調 對 明明其他朋友都變成了一般的人樓 說不是 偉品本體說不定的小孩 小孩說不定真的跟偉品沒有關係 好 也是第二個 但是先收拾了 小孩說不定跟偉品沒有關係 不應該是這樣認為 應該是跟其他人樓相比 只有小孩跟最初的性格就已經不同了 我也跟小孩聊過很多次 介意 小孩確實有跟本體不同步的地方 她聰明 她到了晚上就要睡覺 她會指出人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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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一整個感覺出口的門被打開了 荔塔出現了 荔塔露出了微笑 某隻對荔塔簡單說明了小孩的事 這個有根據嗎? 只是說她真的擁有自己的意志 不一樣 即是怎樣? 即是想說是我機頭 某隻有太多感情在她身上 原來是這樣的 咦? 我們全部都閉上機 就連牛子都露出了稍為後悔的表情 這件事我們確實沒有問過 惡機看著現在變回一般人流的小孩 所以這跟小孩有什麼事? 噢! 即是情感太強勁了 也就是說小孩是我機自己創造出來的存在 這些東西有可能 我只一個人代表了整個調查分室 那你就再次用魔力下去等她翻山吧 我肌路出了微笑 雖然她不可以動 有你珍惜她的話就足夠了 我肌路出了微笑 我肌路轉身來走一看 做什麼? 帽子馬上消滅了 是不是因為想到自己要死掉的朋友 不要這樣了 太久了 我們是朋友 我肌路看著帽子和展館 帽子雖然只是正正點了點頭 不過可以看得出她也同意 謝謝 謝謝 那現在也請你來 當然了 我這樣回答到惡姬面上露出了笑容 其實這樣也不錯 也不一定說要和惡姬成為情侶關係 真的這樣的關係也不錯 唉 抓到她吉祥物 吊飾和布袋之類 總算全部歸還給室主 因為數量太多 所以花了好幾天才完成這件事 是不是哪些事 這件事 很久沒見了 這件事 真不好 這個子 每日耳好 隨便拿到尾巴 魚仔掉了 嗯嗯嗯,另一邊聽到的... 哦... 啊,Mibu先輩,真的很辛苦,現在要回到... 嗯嗯,怎麼回事? recalling upstairs個廊下的套餐 哇哇,你們聽到好啊,我沒有什麼事 因為它已經在帳子上高了那種百合的... 一船 怎麼回落呢? 是否惡機幫手做 果然是 Mibu先輩是聰明的 她自己說都走出了一件事 嗯哼 對了我機都走出了一件事 對了小孩不在這裡暫時應該比較寂寞 是這樣的肯定是小孩的畫起很大作用 小孩消失之前對惡機說出了拿起勇氣 這樣就可以更 這樣可以結識到一百個朋友 某子你也學不好 你不如也學一下別人 那個時候你明明都說過 快點來幫我吧狗和君 哈哈哈哈 就在拉著網的時候你也說過 真的是這樣嗎 哈哈 馬上變成了吵架 哈哈哈哈 看著兩個鬥嘴都OK 她的朋友 很害怕 嘩不是的這個好像她的妹 你看看她們兩個很像樣 好像是妹 來的 她是姐姐還是妹妹 這個好像是 超像樣的 發開口夢都說 她是姐姐還是妹妹 嘩 那場的花紋真漂亮 那個視角有幾次 真的是你真的躺在這裡 那視角來到 就是校園長 藏著白色帽子 那人 去到AXX了 這集 什麼事 那些吐氣聲在那邊 在那邊吐吐吐吐 那些靖春 嘩 做甚麼 靖春做甚麼事 鬼鬼的 第五集了 第五章 劇情好像開始進氣 劇情好像開始進氣 有到燒祖 今集的黃昏士的境界線就來到這裏 那就叫做順理成章 結束了樂機事件 這個都ok的 其實劇情好過進入他的線 劇情寫得 叫做有個總結了 即是整體說回這件事 你之前進去的線是很傻的 一句起兩句子大過 我覺得這樣真的不太好 太傻了 入線的位置做得 反而這裏就做得很圓滿 叫做起承轉合了整件事的發生 還有帽子那邊都 都挺搞笑的 我和藍珠的相處 那就是了 都來到這裏了 廢話都不多說了 大家下集再見 拜拜